月曜日文創緣 歡迎收聽《月曜日文創緣》 我是Cas宏言 說起草鮮離生 大家是否立刻會想起 波典、南瓜和鮮艷的橙紅色小丸子頭呢? 今集我們說草鑑尼生 這位被譽為世上最成功的在世女藝術家 曾經選為21世紀十大前衛藝術家之一 也曾經在2016年成為時代八大影響力人物之一的精神病藝術家 大家對於她和她的作品都印象深刻 因為全部都形象極度鮮明 但今集不是想介紹她有多成功 而是想說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東西 適逢現在在M Plus有關於她的展覽 所以進去看展覽之前不妨聽多一點關於她的背景 之後再進去欣賞她的作品 可能你會更加投入 以及可能會看到更多背後的意義 所以今集我整理了七件 關於草鑑尼生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第一樣想說的就是 草鑑尼生她不是一個健全人士 她是長年都受到心理健康的困擾 她對性有恐懼 她有高度性障礙 她有幻聽 有幻覺 亦都有自殺企圖 而這些一切 在她十歲之前已經是由醫生證實了 所有心理的疾病都會有原因 她的原因在哪裡呢 逐個逐個拆解 首先性恐懼 這是源自於她擁有一個很喜歡 溜花野草極度風流的爸爸 因為當她爸爸出去偷情的時候 她媽媽會叫她去跟蹤她爸爸 而極度不幸地 草鑑尼生曾經親眼目睹過她爸爸 和其他女人交歡的畫面 而從此以後 她就對性有恐懼 而幻聽和幻覺 是怎樣會有的呢 這件事都是源自她家 但這次是源自她媽媽 剛才我提過 她爸爸經常出去偷情 極度風流 作為老婆 肯定會有情緒 而她的情緒 是在哪裡發洩的呢 就是在草鑑尼生身上發洩 她會掌握草鑑尼生 她會打她 而引事到草鑑尼生 在她很小的時候 已經開始看到幻覺了 就是她會看到一些閃光 會看到光環 她會看到很密集的原點 而她很厲害的一件事 她是用畫作去記錄她看到的幻覺 所以在她十歲之前的作品 你已經可以看到 有一些密集的原點出現了 其實她是很勇敢的 而最勇敢的一件事 就是她害怕那樣做那樣 剛才我提過 她是對性有恐懼的 她竟然想到 將羊具 即是男性器官 放入她的作品裡 放入她的畫作裡 甚至是一些裝置藝術裡 你也可以很輕易看到一些羊具的形狀 而最文明的 最代表性的一個作品 就是叫做 《積類》這個系列的雕塑作品 它其實是全部灰白色的 即是不同的物料 不同的東西 例如它是梳化 灰白色的梳化 灰白色的一些人形的公仔 椅子、梯子、鞋子等等 而在這些物件上 它是鋪滿了大量突出 以及形狀好像羊具的 縫製填充植物 它是用這個方法去面對 去克服 以及去治療它對性的恐懼 其實是很狠的一個做法 但是很有用 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 第二樣 就是除了父母之外 草鑑離生的創作 也挺受它家庭背景影響 你在它的畫作 在一些藝術裝置裡面 是不難發現 有些花、種子等等 很奇怪的植物的出現 原因是 其實它家族以前經營一間 會賣花、種子、幼苗的店舖 而它本身也很喜歡大自然 而且它曾經在京都市立 美術工藝學校主修過日本畫 大家都知道日本畫通常都是 很多花、植物的畫作 所以這些一切一切已經入血了 而它在創作的時候 就會不知不覺 將一些花、大自然 植物的東西都放在作品裡面 第三 草鑑離生曾經有一位 拍了十年拖的男朋友 他叫做Joseph Cornell 他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的畫家 兩位拍拖期間 即是那十年期間 一直都維持著 柏拉圖式的戀愛 他們會聊電話 他們會交換畫作 而Joseph 他是很擅長一些拼貼的作品 而這件事是很影響草鑑離生的 因為在Joseph過了生之後 草鑑離生是有出過一系列用動物圖片 拼貼作主題的作品 而剛才有提過 他們拍拖期間會交換畫作 Joseph也送了很多 他那些很標準的拼貼作品 給草鑑離生 而在他過生之後 草鑑離生的一段時間 生活環境是比較差的 他有曾經拿過Joseph的作品 即是送給他的作品 拿去變賣 變成錢 而去維持生計 第四 草鑑離生是一位超級前衛的藝術家 他簡直前衛到 曾經被美國的警方拘留 他有在美國生活過 而在美國生活的期間 他是推動過幾次藝術抗議活動 即是例如 他有拍過 二同性婚姻為主題的電影 他有推動裸體 又搞過人體彩繪戰 他在1967年的時候 曾經請過一些舞者 裸體演出 以此是抗議資本主義 他也有舉辦過幾場偶發藝術活動 即是現在我們說的快閃 那在哪裡快閃呢 就是在紐約街頭的一些公眾地方 他邀請了八位裸體的男女表演者 然後他就在他們身上畫波點 然後再邀請這些表演者 去擺出不同雕塑作品的姿勢 例如可能是 不加索的一些雕塑作品的姿勢 他們就在紐約街頭上快閃擺 這件事呢 是極度震驚 震驚整個媒體 震驚全球 所以也震驚了當地的警方 他也因此 連同這幾位的表演者 一起被人拘留過 第五 很多人都知道 曹靖尼森在1966年 有參加過威尼思商年展 成為首位參展的日本女藝術家 但是其實 他是不請自來的 其實他不是受邀出席 他是強行出席 因為他真的很想很想參加 所以當時他就半夜 留夜 將一千五百個不秀鋼球 運了過去 那個不秀鋼球是什麼 就是他的作品 叫做 自戀庭園的作品 他把那些球 運了去 然後放在戶外展場上 而他自己很帥 他穿著金色和服 坐在中間 他穿著金色和服 他穿著一件事 他不僅是剪出他的作品 他還要賣那些不秀鋼球 每一顆兩元美金 這樣出售 以此他反諷 當時的人 將藝術商業化 其實也是要賺取生活費 他自己 這個舉動 當時被人罵得很厲害 當然 當時的展覽 負責人都非常不滿 所以是有將他驅趕離場 是一件不愉快的經歷 而過了大概五十年 去到一九九三年的時候 他才光明正大地獲腰 回到威尼斯商年線 可以重返這個舞台 第六樣 現年九十三歲的草間尼生 他有八十年的創作歷史 他就是將他一生奉獻給藝術 這件事其實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他在不同的歲數 不同狀態 面對著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他的作品和風格 全部都不同 你會看到感覺不同 主題不同 展現的方式都不同 例如 會有波點的作品 也有些是很平實 很樸素畫風的作品 有些可能是 黑白、啡紅 一些沉飾作主調的作品 而去到近年的作品 他是很顏色鮮豔的 你會看到有太陽 有哈哈笑的創作 剛才提過 有些是拼貼的 有平面的畫作 也有一些大型的藝術裝置 所以是介面多變 風格也是無法歸類 因為真的不同狀態的時候 創作的東西是超級不同的 所以沒有一個可以固定的風格 而因此世人 就送了一個風格名 那個風格名叫做 草間藝術 他的身份也不少 大家知道他是一個畫家 是一個藝術家 他也有寫過詩 他是一個詩人 他有拍過電影 就是剛才提過的 那個同性婚姻的電影 所以他也是一個電影製作人 而他也曾經成立過一個服裝品牌 非常之厲害 最後一樣 現在的草間藝術在哪裡呢 他其實是在東京情和精神療養院治療中 因為早幾年 他是自願入住去治療他的精神病 而到今天 他也是繼續創作 他的工作室 是在療養院附近 所以他經常會在療養院和工作室往返 所以藝術 其實真的成為了他的生存意義 因為他曾經說過 他是為了創作 他才不自殺 所以他真的是一位 將一生奉獻給藝術 很偉大的藝術家 聽完這七樣關於草間離生的事之後 相信大家對於草間離生的認識又深了 可能大家在看他的展覽 在欣賞他的作品的時候 又會有多一份的理解 原來在他色彩鮮艷 這麼繽紛的創作背後 是埋藏了一些 這麼痛 這麼令人憐憫的傷口在裡面 而對於他我是極度欣賞的 是簡直敬佩 因為他真的將他的一生奉獻在創作 毫無保留地奉獻 而你在看他的作品 你是真的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成長 以及他的掙扎 有一件事我很欣賞的就是 他有那份勇氣 他是很恐懼的 那件事 他竟然會用他最擅長的方式去面對他 這一個勇氣 我相信是我們大家都需要去學習的 那他的作品有很多 也很值得大家去欣賞的 現在在M Plus有一個展覽 展期到5月14日 明年的5月14日 是展出了超過200件的展品 那我自己看完 我是覺得挺值得看的 就是很少機會在香港 你可以一跑過 看到一位這麼偉大的藝術家 還要去在世 這才是最厲害的 的作品 所以是挺值得去的 但是提一提大家 你可以去下面那一層 去看那個體驗鏡房 以及跟南瓜合照 因為我上一次去看的時候 很笨 我只看了上面的畫作的展覽 以及一些裝置的展覽 我錯過了去第二層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時候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打卡位 那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而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我已經更新了 所以大家聽完這個節目 都可以去聽 月耀人民創元的歌曲 那所以今集的時間完結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了 拜拜